位在台北北门旁边的府台街洋楼 今年已经104岁了 从日志时期 它是一个日商的营建公司 后来有报社进驻 1997年被指定为古迹 但是却在2002年遭遇火灾 修复之后 现在这里是台北的摄影中心 最近有一个展览 要展出台北在日志时期的老照片展 当年的百货公司变成商办大楼 台北车站前面的喷水池也不见了 变成川流不息的大马路 从这些照片中 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这是1940年代的台北车站 没有热闹繁华的高楼大厦 广场前不是大马路 而是喷水池 跟现在很不一样 车站旁的铁道饭店 华丽气派的装潢 招待过很多日本重要的人士 但却在1945年遭到空袭炸毁 现在盖起了热闹的百货公司 辅台街洋楼展出80多件台北老照片 纪念一百多年来这座城市的变化 在大时代流转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文化的事情 比如说日本人通知台湾人 可是小到个人的能量 对生命 对摄影艺术的爱好 它可以用它的热情来表现一个 个人的在大时代流转中 一个小小的一种生命的展现 今年是台北建成130周年 历经各种不同文化的洗礼 这座城市拥有多元的面貌 其中日志时期长达50年 更深深影响台北的文化发展 西门丁旁的红楼 早年旁边是热闹的市集 还看得出道合神社的遗迹 凸显日本人的信仰文化 日志时期台湾的第一间百货公司 局员百货带来当年少见的电梯设施 还有时髦的电梯小姐 但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倒闭 被台湾银行业者接收 我们在展场中还遇到一位日本民众 他出差来到台北 寻找当年妈妈住的房子 除了照片之外 府台街洋楼更是亲自见证了台北的历史 今年104岁的洋楼 前身是日本营建业 供应各种建筑用的石头 二战后变成人民导报报社 但后来因为228事件被迫歇业 1997年被指定为市定古迹 想不到2002年遭遇火灾 只留下一楼的石造建筑 如今文化局重新修建 并定期举办摄影展 其实北门的外面叫做城外 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 城内是后来日本人在这里经营 它的行政区商业区等等 这个基地能够新建一个建筑物 那可以很显然地看出来 它的政商关系是非常特别的 制动洋楼的未来要转型成为台北摄影中心 记录时代的精彩瞬间